首先回顾一下上两周我们所讲的一些内容 在两周前我们讲到的是关于各个板块 讲出一些相反的故事 然后本周的最大的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GDP暴雷转负值的这么一个话题 以及在本周美股的很多的大科技股 纷纷出财报了 谁能来救市 在这个之前我们来看一下上周的大盘的走势 是比较惨的 是21号 22号 然后在一周前我们讲的话题是关于2022年 我们重新考虑一下美股的前景 为什么重新在上周再讲这个话题 我其实今天最想问大家的就是说 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吧 大盘的这个走势有没有走出让你感觉到意外了 如果是你对2022年的整体的一个美股的布局啊 和你对这个前景的一个判断 如果是不出乎你的意料 是在你的这个投资策略之内 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完全可以安心的啊 但是如果现在大家出现了一个 就是说 这个走出了很多的一些意外的走势啊 现在账面的情况 让你觉得有点不安的情况下 你就回头来想一想 从今年 一月一月一月份以后 美股大盘的一系列的走势 是不是有它的一个 可以 在遵循的一套规律 也就是说对2022年的这个 美股投资 你的投资策略 是不是顺应了市场 这是今天的大盘的情况啊 这是我刚刚在这个 开始讲之前啊 何时能抄底 等会我们来谈到这个话题啊 这个话题有点大啊 而且在2022年谈抄底的 是一个越来越难的一个话题了啊 大家先今天看一下 我们我们 大家跟盘的朋友都很多都清楚啊 昨天的两支财报的两支股票啊 一个是Apple 一个是亚马逊 今天的走势 苹果都跌了3.66啊 那我们先看一下昨天的纳斯达克的走势啊 昨天来讲是出现了一波不错的一波反弹啊 但是这个反弹呢 在今天呢 就很快又被打回原形了 标普500 我们也看一下啊 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走势 嗯 大家现在目前这么说吧 就是说 很多朋友都是 如果是现在目前仓位不重的啊 是在考虑如何抄底 那在抄底之前呢 还是我还是要想 说的 最重要的一个啊 就是2022年 你对美股的一个期望值是什么 嗯 在在分析大盘的这个 我和我读解读一些本周的一些财经新闻之前啊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美股的财报的一个一个表表单 4月25号 我们先关注一下啊 周围有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股票啊 是在哪天进行的财报 首先我们要跟上整个的一个现在目前的 目前的现在已经要了解啊 这股市上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星期一比较重要的股票啊 可口可乐 进行了财报 呃 4月26号 微软 GE Visa Google GM 以及呢 还有一些比较大UPS啊 Pepsi啊 在周二进行了财报 周三的是有Facebook 波音 福特 呃 Qualcomm PayPal 那我们再看一下昨天 昨天进行财报都是有苹果 亚马逊 英特 还有推特 Loco 等等啊 今天的财报的相对来说的这个分量啊 就比昨天要差一点啊 呃 Exxon Nova Chevro 等等一些能源股票啊 今天进行了财报 那我们就来解读一下吧 就是本周呢 我看一下这个 我这张图 哦 这个是本周的这个 本周我们要啊 先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本周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财经新闻 财经新闻的第一条来讲的就是 美国第一季度GDP啊 意外萎缩 Omicron 啊 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条呢 就是关于那个美国GDP啊 助 助多头喘息 PCE来袭 金价有望逆袭 这个话题来讲呢 为什么我们讲这个话题呢 就是说 GDP 助多头喘息 大家都知道 下周呢 将是美联储五月份的 那个会议 也就是说 靴子即将在下周二啊 准备落地了 呃 这次的美联储的会议呢 是五月三号和四号 周一是 呃 二号 所以下周一的北股的走势 呃 我们等会可以做一个 大家做一个民调啊 呃 到底会怎么样 而且大家呢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 现在目前大盘走到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呃 今天另外呢 我们会简单的分析一下 就关于这个 几只重要科技股的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财报的情况 以及来讲 这次的财报 为什么出现了不同的待遇啊 第四条就是讲一讲 美元现在目前的刷新20年的高点 这个好像出现了点 哎 我这个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 这个 本周四公布的这个 美国的GDP数据啊 出现下滑 为近两年 短暂出现的严重衰竭 以来的首次 主要是由于呢 进口的激增 导致了贸易逆差扩大 以及库存累积速度放慢 一项 国内需求的指标啊 较低四季度增长 加速增长 缓解了对滞胀啊 和衰退的担忧 预计呢 美联储将在这个 三月之后啊 下周三加息50个基点 这一点呢 这一点呢 来讲 等会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啊 就是我一直在最近这两个月啊 一直在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关于美股本年度加息的一个点阵图啊 现在目前来讲呢 受啊 就利率上升的影响 呃 资深分析师啊 这个叫 瓜铁 啊 他的他的一个观点是尽管出现了萎缩 但美联储别无选择 只能在五月份大局大局加息 那今天这个走势 对 下周三的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的这个决定啊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一些偏啊 多头的一些观点是啊 最近出现的一系列 本周出现的一系列的坏消息 有可能会成为好消息 我今天上午在跟一个啊 也是投资圈的一个老朋友在聊天啊 我们在聊到的一个话题 就是死亡螺旋 这个死亡螺旋是怎么回事 呃 大家可以关注啊 关注一些财经新闻 在未来的 呃 两三个月 可能这个词会变得越来越经常被人提起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呃 每五六七连续的美联储的三次会议 会不会出现一些利多的现象 但这个利多现象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好消息 呃 我我比较有趣的我想把它形容成叫死刑 呃 缓判 呃 那这个 这么一个观点啊 呃 首先来讲还是比较确认了我在2022年 我整体对美国经济还是比较嗯 相对来说我不那么乐观的一个态度 从今年初开始其实我一直维持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观点 但是来讲呢 在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也是非常犹豫的 就是因为毕竟美股涨了这么多年啊 呃 一直非常的 很牛 所以来讲的就是说首先轻易的不敢做空 另外呢在一些抄底的时候呢 会显得就是说经常会早了一步呃 这个也是今年啊 我到目前来讲 我的个人账号呢 虽然没有出现亏损 但是来也没有出现很高的一些呃 因为第一来讲我做空非常 还是比较谨慎的 另外在抄底的时候有时候稍微早了一步 所以来讲就是刚才有朋友在问到啊 就是抄底的情况 等会我们讲到个股的时候吧 来具体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啊 因为毕竟来讲啊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美股的复盘直播呢 毕竟来讲不是 不是一个就是财经类的节目啊 我是给大家读报 然后让大家自己去思考啊 去探讨一下2022年啊 你在美股投资上啊 到底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啊 呃 首先我们再继续解读这条新闻 就是政府公布的GDP出值显示啊 美国首季的GDP环比下降了1.4% 去年第四季度呢 美国经济啊 以6.9%的这个强劲速度增长 经济学家的此前曾预测啊 首季的这个GDP升啊 增速呢是1.1% 就即使在如此的通胀压力之下 呃 多数的人当时的一个预测 就是美国首第一个季度的GDP啊 还是维持一个增长 但是来讲的这次周四出现的数字啊 已经萎缩到了负的1.4% 所以来讲呢就说 这么一个2.6%的一个差距啊 啊还是嗯 引起了华尔街的足够的重视啊 嗯 关于这个引起这个GDP 负增长的一个一些原因啊 这里头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新闻里面是怎么解读的 供应链的问题 工人短缺和严重的通胀 对经济造成了冲击 上季度产生了一种啊 上季度产 产出下降 是一种假象啊 因为GDP仍在2019年的第四季度 仍然比2019年的第四季度啊 高出2.8% 所以来讲就说多数人啊 对美国经济的这个呃 一个忧虑啊 呃 还是是似乎有点考虑不足 但是呢 也有反面的一些观点啊 就是这个叫Bring Capital啊 一个高级经济顾问啊 他的表示 实际GDP的下滑 是无稽之谈 他为什么说这个是无稽之谈呢 而整体看来啊 美联储加息前的钱啊 加息前景啊 和近期美元的持续走强 依然对这个金价形成压制 但地缘局势啊 担忧和通胀担忧呢 也在不断的吸引呢 逢低买入的一些买盘 呃 就像我们上周 我记得给大家分享了几个数据啊 第一是来讲的 就是说现在目前看多和看 呃看跌的 一个就是现在散户的一个 呃一个比例 呃 我也在上周给大家分享了 另外一个数据啊 就是现在目前看跌美国的人 还不够多 呃 这个是造成了 就是说现在目前可能还没有 所谓的触底 但是本周的这个走势呢 昨天的反弹可谓强劲 但是今天为什么突然一下就摔了呢 呃 我们来继续解读这个新闻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 关于这个GDP数据啊 住多头的一方面的观点 就是说 现在目前呢 马上呢 就是啊 PCE也马上来了啊 金价是不是会出现一个逆袭 基本方面呢 现在目前来讲 就是说呃 这是一个啊 不好意思啊 这是看空的方面的一方面的观点啊 就是啊 美国劳动力市场依然 呃趋紧 呃 通胀居高不下 工人短缺措施了企业 增加投资 这个在今 呃 在昨天啊 亚马逊的这个财报里啊 出现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等一下我们再看分析亚马逊的这个财报的时候啊 我们具体再 再分析一下 呃 主要用于购买电脑和 呃 电脑和这个呃 工业机械啊 这方面的支出呢 增加了非常多 消费者也呃 消费者支出 到目前来讲还保持一个非常的一个坚挺 所以来讲这个数据里的不包括的就是啊 贸易啊 库存和政府支出啊 对国内私人消费者的最终的销售 呃 现在目前的其实影响不大 上到目前的这个 呃 个人消费啊 现在目前仍然维持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势头 还是上升了百分之三 三点七 在第四季度啊 是增加了百分之二点六 另外房地产市场呢 也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了上涨 但随着三十年 三十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啊 突破了百分之五啊 这是指的是美国啊 呃 所以来讲 房地产的这个前景啊 也出现了一个不明朗的一个趋势啊 所以尽管市场的担心美联储可能大幅收紧货币政策 导致经济陷入衰退 但大多数的分析师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认为国内出现的这种需求强劲 且迹象呢 显示通胀呢 可能已经见顶 所以来讲就是在目前来讲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坏消息啊 可能会对美联储这个加息会产生一种抑制作用 但是呢 下周三我们可能来讲就能看到啊 美联储这次会不会又走比较软的一个路线 还有一个呢 就是关于上季度的这个消费者支出啊 由服务业所拉动的这个趋势比较明显 这种需求呢 从商品转向服务的趋势 可能有助于啊 缓解工业的压力 但是来讲啊 就刚刚讲啊 就有可能会缓解 但是我们最近 如果很多关注国内新闻的朋友都知道啊 上海的封城等等一系列的措施 就是中国疫情风控所带来的这个风险 目前来讲 可能正在悄然发酵 美国经济的远未接近衰退 这个是很多的一些那个分析师啊 都是这么一个态度 但是呢 潜在需求 仍然强劲劳动力市场状况良好 所以来讲呢 很多人来讲仍然看好 美国不会进入经济衰退 我们再看一下啊 就是关于美元刷新20年高点 这个对目前的这个美联储下一步的这个啊 加息的这个观点 会不会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预计美联储的将在下周三结束啊 为为期两天的这个会议啊 并加息50个基点 这个到目前在点阵头里的啊 显示的几率是超过90%的 美联储可能会在之后的会议上加啊 大幅加息啊 联邦基础利率的期货交易员呢 预计了到年底啊 这个指标利率呢 将从目前的0.33%上升到2.73% 嗯 这位分析师呢 叫毛雅啊 他的观点是说 美元因为美联储的升息预期 而一路进阳 使黄金持续受到打压 美元升值代表的海外买家 买进美元的计价 的黄金的等大宗商品啊 变得更为昂贵 那这位分析师呢 叫Wikoff啊 价格略有上扬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 近期下跌后啊 出现了一些空头回补 较短期的这个投资 投资客啊 正在对其空头啊 进行一些了结 随着美元指数啊 处级高位 国债收益率上升 黄金面呢 将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 如果黄金 涨不上去的情况下呢 这个相对来说啊 对大凡可能来讲 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不那么悲观的 这么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看看 相反方面的一些观点啊 首先讲到了地缘政治 地缘这个危机的这些话题啊 基辅啊 在联合俄秘书长到访期间啊 发生大爆炸 然后乌克兰呢 指责俄罗斯发射了导弹啊 然后乌克兰的首都的 这个基辅市场周四表示啊 就是指责俄罗斯啊 在秘书长啊 访问期间啊 发射导弹 所以现在目前逐渐被淡化的 这个地缘危机啊 还在 还在酝酿的一些更大的一些风险啊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他的一个观点来讲 就是说 相对来说啊 对基本面呢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反面的 这个就是说 可能不会造成美股的一个崩盘 大家都知道 现在地缘危机啊 现在反倒对美股可能来讲啊 不一定是完全一个坏消息啊 其实分析来分去啊 前面讲的一系列的话 有点绕来绕去啊 好像听的是好消息的事情呢 似乎对美股是不利的 对 对听起来是一些不太好的消息呢 好像对美股下一个阶段的崩盘呢 好像又起到了一个抑制作用啊 就是这么一个 这就是2022年啊 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纠结的这么一年 所以今年来讲呢 就是说 在整体对美股大盘的一个判断上啊 你可能要考虑的因素 确实要比以往要多 从从这一点上来讲呢 就是说 呃 我个人的观点来讲 你说 在目前情况下 如果你不能很好的去 判断市场的一个走向的时候 可能少操作也是一个不差的一个选择 呃 美国经济啊 手机啊 受库存和贸易拖累啊 意外萎缩 就是他分析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 美国GDP出现一个意外萎缩的一个原因啊 是受到库存和贸易拖累 周四公布的数据呢 第一季度的GDP出现了下滑 为近两年啊 短期出现的严重衰退以来的第一次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啊 我们 我们来具体的 看一看啊 就是呃 这个因素对美联储下周三的这个会议 美联储在加息前景啊 和近期美元的持强 持续走强的这么一个趋势下啊 呃 到底在下周三会不会出现 没有出现50个基点以上的这个加息 所以这个来讲呢 呃 如果大家认为下周三加息50个基点啊 是一个呃 必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啊 呃 那对于这两这两天啊 这么一个走势 是不是是不是在酝酿的就是一个 利空出尽呢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啊 这个完全不构成一个投资建议啊 刚才那个朋友问问的就说 现在怎么抄底 我觉得对于大盘来讲呢 今年的情况嗯 目前来讲就是完全是看现在政策面啊 具体来讲会不会给美国啊 美国的这个股市啊注入一些强心针 但是呢 如果美联储持续现在目前的这种鹰派做法呢 可能强心针不会来 但是来讲呢 就是说呃 抄底呢 我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来讲 还需要更多的去分析各股的 现在目前的一些情况 所以来讲呢 我们在讲了这些呃 宏观方面的一些经济数据之后啊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简单一点啊 能看看这个呃 就是现在目前的 本周出现的一些重要的大科技股的一些财报的情况啊 好 我们最最先来看一下啊 这本周最大的两个财报 那一个呢 是亚瓦逊 一个是苹果 那他们两个的财报呢 分别 分别我们来看一下啊 苹果的这个财报呢 总体来讲啊 呃 各方面来讲都超出预期 唯一的 出现了一个不利的数字啊 仅仅是一个iPad的这个销售数字 由于由于库存啊 物流的一些影响 好 等一下啊 我要给他一下 cohost 为什么呢 打不了了 我一下子找不到他在哪里 好 我们先继续吧 呃 总体来讲就是现在目前华尔街啊 对于苹果本期的这个财报的情况是给了 其实一个很高的打分的 但是昨天的苹果才呃 苹果盘后啊出现报的财报啊 但是为什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幅度的一个下跌呢 那我们来看个具体的原因啊 苹果今天发布了该公司2022年第二季度财报啊 呃 整体的净营收 972亿美元啊 比去年同期的895 增长了9% 净利润呢 也也到达了250.10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236亿啊 增长了6% 中国大区的销售依然维持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事态啊 呃 183.43亿 超过了预期的177.2亿 另外一个呢 董事会批准了将本季度的股息啊 调高5% 并向的公司的普通股东派发了每股0.23美元的这个现金股息 呃 另外苹果苹果的董事会呢 还批准了将现有的股票回购计划扩大900 900亿 那我们现在了 讲了很多好消息之后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 苹果为什么出现了盘后的大街 其实昨天在这个苹果财报的这个刚刚发布之后啊 苹果的股票还是还是往上涨了不少的 直到 库克开始讲的就是关于啊 对下一个季度的苹果的营收啊 于是市场就被吓到了 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幅度的一个下跌 苹果的这个事的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dip啊 当公司warn a possible 8 billion hit from the supply supply or constraint 就是说 苹果由于这个物流啊和这个 生产成本的一些上涨 下个季度的这个盈利可能会出现一个8个billion的一个差距 所以来讲未来营收拖了昨天这个苹果股票的一个后腿 今天出现了一个百分之三点六六的一个下跌呢 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我们看完了苹果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 呃 现在目前苹果的股票的这个 我也参考了一些啊 网络上的一些技术分析派啊 呃 技术分析派的一个观点来讲的 现在苹果出现了一个m头 那这个m头的到达这个点呢 可能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位啊 但是来讲啊 下周的这个呃 加息的这个决定 可能会影响到苹果会不会在这个支撑位上出现一个反弹 这个m头啊 会不会出现啊 呃 我们期待的这个反弹 那讲完了苹果之后呢 我们就来考虑一下啊 就是看一下亚马逊的这个财报了 那亚马逊的财报跟苹果相比呢 呃 可能来讲市场给它的初步打分啊 我也是参考了很多家对这个苹果财报的一些分析分析师啊 呃 最大的问题 operating cash flow 所以来讲就是说运营成本增加已经对亚马逊这样的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些公司啊 产生了利润方面的一个巨大压力 那第二个呢 就是free cash cash flow 也开始下降 呃 再加上苹果啊 亚马逊啊 近期还宣布了一个呃 股票的一个回收计划 所以对于 整体来讲亚马逊现在的现金开始出现了一些呃 华尔街出现了一些concern 呃 还有一个的就是关于operating income 也也下降了 operating income decreased to 3.7 billion in the first quarter compared to 8.9 million in the fourth quarter 呃 这个是昨天呃 亚马逊财报里出现最大的一个呃 产生今天这么大的一个跌幅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说运营营收 相比上一个季度的8.9个币列 连一半都不到 只有3.7个币列 而且的 而且亚马逊的股票在 第一次出现了 季度方面的一个损 运营损失 所以这次是非常严重的 呃 亚马逊今天的股票跌了 我印象中跌了有400400多块啊 呃 非常大的一个跌幅 呃 这个是我看看啊 这是alphabet 我看亚马逊 关于第二季度的一个garla 就是 income方面呢 为了刚才那位朋友提到抄底话题啊 那我们来讲一讲 那近期的亚马逊的股票 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啊 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 呃 我还是参考了 因为首先我跟大家再次的声明啊 我不是什么技术分析流 我也不是什么炒股高手啊 我只是擅长一读报 然后呢 我把网上现在目前关系啊 亚马逊现在的走势的一个技术分析 在这个白 这个右侧的这张图啊 给大家画出来了 2400块的强支撑位 如果再次跌破2400的这个强支撑位 亚马逊的股票将会出现 类似像Facebook的情况 所以来讲 大家在下周可以去多关注吧 在2400块钱的这个支撑位上 呃 亚马逊是不是存在啊 抄底的这么一个机会啊 再一个我们来来看一看啊 呃 马上呢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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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马逊是不是一个买点 那我们就来看分析一下 它目前的这个 一些这个 啊 技术啊 技术面的一些东西 基本面的东西啊 谷歌现在我们先看一下 谷歌现在目前的主要的产品 超过十亿用户 安卓 啊 chrome gmail google drive google map google search photo google photo 和google play 以及YouTube 所以亚马逊的啊 那个亚马逊的这个盈利 我看看啊 这个是 不好意思啊 还要我把这个东西 把两个 目前阿富败的 目前它的一个虽然出现了一个不好的运营报告 另外也出现了一个第二季度一个不好的一个运营预期啊 但是如此 应该是基本面非常还是非常扎实的一家公司啊 在拆股的情况下会不会迎来一个买点 嗯 我们下周可能自然就会有一个有一个结论了 啊 我想就是说如果是比较激进的一些朋友啊 在谷歌两千啊 这个在啊 亚马逊两千四百的这个点位啊 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去考虑一下这个所谓的抄底 但是来讲在这个阶段啊 我的个人的一个感觉呢 就是说进行任何抄底都要设置止损 嗯 我们今天因为本周出现财报的公司啊 非常的多 以致来讲呢 就是说我觉得要讲真的讲不过来 那我们就讲一支比较有趣的啊 对我刚刚才这位朋友点出来了 好像我是把这个相不相关的一些内容啊 放在这个页面上了 可能来讲啊 大家不要去就是呃 不要给大家造成误会啊 呃 总的来讲 我其实想说的一个面了 一个一个就是一个基本面啊 就亚马逊的基本面还是非常扎实的啊 所以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来讲的就是说 呃 两千四百的这个点位啊 嗯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考虑的 嗯 以 如果来讲就是说两千四百这个点位 如果是 守不住啊 那我我我感觉来讲 在这个点位进行抄底呢 就是说一定要试着止损 呃 我本周来讲我想还在讲另外一支啊 就是呃 本周大家都知道 金呃 财报出来之后啊 多数的股票 虽然给出了非常强劲的 呃 这个财报 但是来讲的股票出现了非常大的跌幅 最大的来讲 最大的跌幅出现的这应该就是亚马逊 但是来讲呢 有一只股票啊 呃 给我给了我一些意外的惊喜 那这只股票呢 应该就是Facebook 嗯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Facebook的财报啊 市场预期Facebook的第二季度营收是一百七十亿美金 啊 比同比增长啊 这这啊 这是预期啊 我们先看一下他那个earning earning呢 是 2.72个billion 呃 预期值2.56 那应该是超超过了 但是呢 revenue方面呢 应该是几乎来讲是 就是江郊没有达到 呃 关于那个 daily active user啊 这个出现了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 一个数据 就是说 谷歌的 呃 活活用户啊 呃 第一次出现了近期的一个增长 出现了1.9 1.96的一个billion啊 所以来讲 现在就是说 这个是昨天来讲 把Facebook在出现财报之后啊 不但没有出现 呃下跌 而且还造成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反弹啊 那当然来讲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左侧就是呃 现在目前Facebook的这个 现在目前的一个技术分析图啊 呃 它的走势来讲 要比苹果糟的很多 甚至来讲 比今天出现暴跌的亚马逊 也糟的不是一点两点 他已经进 他已经打破了多年增啊 增长这个趋势线啊 所以在这么一个位置啊 185和225这个位置 呃 可能是一个观察点啊 但是来讲呢 昨天的这个Facebook的财报啊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 他只是没那么糟 但是来讲 是不是Facebook一样迎来 一个转机啊 呃 我觉得目前啊 上这个为时上早啊 呃 另外一个我们也看一下啊 这是Facebook在财报中 还说了一些什么 这张图呢 是呃 小扎为了这个元宇宙啊 做了一个呃 广告片 那这个广告片里头呢 为什么我在这里引用这个广告片呢 呃 我们就看一下在昨天的这个财报里头啊 小扎 呃 和这个Facebook啊 说了一些什么 首次出现活跃用户的这个增长 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消息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小扎 服软了 宣布了将减少支出计划 尤其是在元宇宙 据说来讲啊 就据很多的一个财经分析专家 昨天的一个分析来讲啊 说 市场为什么给予了Facebook在盘后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 幻影的态度啊 是因为小扎服软了 但是来讲目前呃 不管你现在目前是持有Facebook 还是说目前你准备布局Facebook啊 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 Facebook在转型Meta之后啊 转型元宇宙之后啊 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好的一个新的盈利点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对Facebook还是采取一个比较 至少我个人觉得啊 还没有到了一个中长期开始布局的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这么个阶段 这个呢 就是我也是参考了一个这个啊 一个油管博主啊 他对这个Facebook进行的一些这个 技术分析啊 他认为的强支撑位 第一道是在160到195 那现在Facebook的价格呢 在昨天的这个反弹之后啊 已经超过200块钱 所以来讲啊 他个人的一个观点 比较激进的投资者 160到195的一个 这么一个区间 可以考虑比较激进的布局 但是真正的安全布局区 他的个人的观点是在140到153 另外昨天的也出也有另外一些公司啊 出现啊 也出了财报 万事打卡 那这里呢 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啊 我们今天就不太不太多的去去讲了 呃 我简单的把其他几几个公司的一个大致财报情况 给大家在这里快速的像一个读简报一样 给大家过一下啊 PayPal PayPal第一季度的这个净营收是64.83亿美元啊 预期值是64 所以将将达标 但是比同比增长啊 7% 净利润呢 5.09亿 同比下降了54% 所以这个应该说几乎是不出所料吧 就是财经类的股票 现在目前来讲 并没有比现在目前科技类的股票啊 在这个营收预期上面表现更好 我们再开另外一支高通 高通的季度营收呢 是116点 116亿 111.6亿美元啊 预期值106 同期增长 41% 每股收益呢 3.21美元 预期值2.91 应该这么一个数字 还是基本上是不错的啊 所以高通来讲 在昨天的这个盘后啊 我这张图没有包括今天的 今天的高通的这个股票的走势啊 我还没来得及看 但是昨天盘后啊 昨天那个高通的这个股票的走势啊 确实来讲 这份财报足够漂亮啊 应该是出现这个反弹呢 也是意料之中的 由此来讲 我觉得大家可以引发一个可以思考的话题啊 就是半导体板块 是不是快走到底了 这个我我不知道啊 我 我是近期来讲 我比较关注一个ETF啊 就是半导体板块的ETF SOXL 它的最近的跌幅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 但是来讲的就是说 SOXL 似乎来讲啊 有见底的趋势 所以大家如果对于一些 在业绩方面啊 有比较好的业绩值的一些半导体板块的一些股票 可以开始关注 这是我 我个人的做 我个人的想法啊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啊 我们顺便再 再来说两只 也是在本周进行财报的公司啊 一个是Ribian 就是个著名的很会花钱的 还没造出一辆车的卡车公司啊 Ribian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未来的前期这个股票的投资的一个点 大家要关注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啊 5月8号 IPO前期投资者 禁售期即将结束 还有一个昨天我看到的一个关于Ribian股票的一个 另外一个信息啊 Ribian股票 在2021年啊 虽然说没赚一分钱 但是CEO的奖金加工资啊 达到四个亿美金 所以来讲啊 大家对这只股票 在5月8号IPO 前期投资者禁售的这个结束之后啊 大家会 可以关注一下啊 我不知道啊 这个股票 因为这么说吧 我早就已经被他吓掉了 因为在2022年啊 大家都在比这个盈利的和靠通膨的这么一个能力啊 甚至靠智障的一个能力啊 Ribian这样的股票 我是不敢看啊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福特 福特的第一季度的营收是345亿啊 超出适量预期 但同比下降了4.7% 每股收益的0.38 将将达到预期啊 0.37 但是其所持有的Ribian的12%的股权 出现了54亿美元的亏幅 所以来讲啊 福特啊 是没有脱了Ribian的福啊 而受Ribian的这个 这么说吧 也是被他所带下去的啊 这个最近他出现了很多的一些亏损啊 跟他这个前期投资 对于这个Ribian的这个布局啊 呃 暂时有了一个对他股票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 但是回过来说 当Ribian的这个影响逐渐被消化之后 福特是不是可以是一个更好的一个 呃 可以长期布局的一个股票呢 那我们在这里啊 大家各自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分析判断 呃 我今天还想讲的另外一个啊 就是著名的木头姐的这个 呃 ARK基金啊 我在这里画出这张图呢 大家看到有两条黄线啊 呃 ARK基金在2021年的表现可谓亮眼 呃 超过了所有的基金啊 他的增幅的 我当我的印象中啊 我我不是特别确定的一个数字啊 呃 当年的增幅是百分之两百一十七吧 这好像是我一个印象的数字啊 但是我们看看从2021年的那个年底开始啊 其实年中之后就出现了 呃 这一波的他从高位滑落 现在目前的股票的价值已经从高点了一百五十八 现在已经跌入了四十到了四十八点八七啊 这还是昨天的价格 我今天我没有看啊 今天似乎来讲啊 呃 我我印象中啊 我在那个今天那个做这个复盘的这个稿件那个结尾的时候啊 我好像撩了一件 今天大盘出现了这么大的跌幅啊 ARKK好像变动不是特别大啊 呃 大家可以确认一下啊 呃 为什么我想讲这个ARKK的呢 大家看到这两条黄线 这个是在疫情发生前的价位 也就是ARKK已经全部交出了疫情之后 受这个QE影响啊 带来了所有的红利 他现在已经完全跌回到了疫情之前 大家看到这里有个沟吗 这个就是疫情当时发生的那个那次大暴跌 所以现在他进入了这个区之后呢 大家可以关注这两个位置啊 一个是呃 疫情发生前和一成疫情发生之后的一周之内 达到了这个所谓的最低点 在这个区间 如果ARKK不继续跌破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的就是成长性股票的下一个春天呢 就是冬天呃快结束了 是不是春天也不远了 所以我觉得啊 就是说我们在今年的一直在讲板块轮动啊 整个的宏观经济啊 其实2021年的时候 大家还有没有意想 有人看宏观经济吗 炒美股的人还有谁看宏观经济吗 管他的反正买了就是第一位买进来就是赚钱对吧 但是2022年真的是不同的一年 所以我今年来讲啊 一直是这么说 呃多去思考 多去学习 多去了解各种方面的信息 你才会对于市场的一些表现 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意外啊 呃我在这里还想讲 讲到ARKK呢 就可能不得不讲啊 ARKK的一个重仓股啊 啊 Teladoc Teladoc是搞online medication的一家公司啊 呃他的股票是在 我忘了是在周二出现的财报 周三出的财报啊 你可能是周也可能周三啊 呃季度营收5.6亿美金 同比增长25% 并不算太差啊 啊 但是美股亏损41.5美金 这个就把华尔街给吓坏了 呃 昨天出现暴跌之后 这个Teladoc的股票啊 已经跌入到了二次头 接近到了二二十九块 所以来讲像这种类型的股票 呃 也是算是ARKK 一个典型的一个重仓的吃 重仓股啊 像他如果开始能基本上 该跌的都跌回去了 成长股的机会是不是 是不算太远了 但是我没 我我个人还是不觉得 现在就到了一个买入的机会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着啊 呃 有时候其实来讲就是说 呃 持仓的一个心情 决定了你下一步的决定 所以我个人的一种感觉来讲 就是说当你现在仓位压力病不大的情况下 并适当的 有些对冲测测测测测测测 测测的时候 你现在心里想着跟很多类型中仓的人 每天觉得哎呀 我今天赔多少赔多少 你现在想的是不是都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比如我现在就在想 我什么时候能买进一只靠谱的股票 我能半年左右 不用特别担心的看着他慢慢能恢复元气的 呃 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亚马逊 呃 比如说我们可以关注三个月 甚至六个月之后的ARKK 我们在20232024 是不是可以轻松一点 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 那今天呢 我们基本上要讲的内容呢 就就差不多了 我看一下时间啊 也基本到了 到了快六点钟的一个时间了 所以我想今天来讲的就是说 呃 我们在用一分钟时间啊 简单的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讲的主要的几个财经新闻 以及来讲我们来回顾一下啊 就是说在近期阶段 呃 财报高峰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啊 我们该思考些什么 那当然来讲 下周三的这个 美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决定 是一个非常呃 指啊重要性的一个指向啊 但是无非来讲 他就是加五十 或者是 加十五 加二十五呢 有可能来讲呢 就是我刚才戏称的啊 就是死刑缓期 是不是给市场会带来一个呃 一个缓冲呢 但是来讲 加五十个基点 其实在目前来讲 你说现在非常的鹰派嘛 我个人观点啊 好像在美联储如果再错过 这样的一个快速能够加息的 这么一个机会的话 他抑制通膨的 甚至美国进入到滞胀 这么一个事情呢 可能来讲啊 他将失去他的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啊 对近期的美美股啊 呃 保持足够的敬畏啊 不要太大胆的去进行一些操作 如果你现在心里头 没有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啊 呃 您可多看 再一个呢 就是说 呃 我最后提醒一下 我在这个 今天复盘之前 讲了一个概念啊 就是 关于这个 世界将进入到一个 呃 死循环的 这个世界经济啊 由于中国经济 现在目前进进入到了一个 限制增长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算是一种宏观调控啊 然后由于全球的供应链等等一系列的话题啊 也给美股 美美国经济啊 带来的一些 呃 这么说吧 暂时来讲 由于世界各地的经济不好 美元走强 这些救命的资金可能会暂时拖起美股 但是来讲 靠着应急性的救助资金是不能够足以把美股长期的稳定在一个高位的 所以我觉得来讲啊 大家多关注今年关于宏观经济的方面的一些数据啊 比如尤其是像油价啦 金价啦 大宗的这个 大宗物品的这个 这个这个指数啊 大家多进行关注 所以今天呢 我想今天美股的这个 复盘时间 我们就到这里 我现在把这个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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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